大家好 最近美国发生反种族歧视问题 我想到了中国与黑奴贸易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是最早进行航海 正和1405年就开始七下西洋了 1405年 而欧洲的大航海是在1494年 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大陆 早了100年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 大量奴役黑人 我觉得100 这个比发现美洲大陆还早100年 中国就已经见过世界了 都到过非洲了 也到过该去的地方 那时候酋长什么都见过 也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能力 我都能来了 当时非洲人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人看着 可能就像外星人似的 那么大个船队就去了 但是你看中国没有奴役当地人 没有进行贸易 我觉得 你再看看今天美国的这个 黑人种族问题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老祖宗啊 对不对 中国的祖先 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没有让中国 有种族问题 这个非常好啊 那咱们先说奴隶贸易啊 我看了一下奴隶贸易 我觉得这个简直啊 这简直就是人类的悲剧啊 有些国家纪念 我们废除奴隶制 几月几号 中国不用纪念 为啥 我们从来没有过奴隶制 没有奴役过黑人 所以从来不需要纪念这么一个日子 但是你看这个欧洲西方国家每天都纪念 他纪念以为 哎呀我们高尚 我们废奴了 你奴役过人家 当然你得纪念了 这日子是什么 是你奴役人家的证明 你曾经奴役过 那咱们看看这个黑奴贸易 多么血腥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奴隶贸易啊 最早的历史记载啊 是阿拉伯人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阿拉伯 那么阿拉伯呢 最早是在阿拉伯帝国的时候啊 是在阿巴斯王朝啊 不断从东非输入黑奴 押到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农业生产 这是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黑人奴隶啊 境遇十分凄惨啊 那哈瓦利啊 既派穆斯林里的阿里伊本穆罕默德 自称安拉的使者啊 使命是使奴隶获得自由和财富 使得广大奴隶啊 或深得广大奴隶的拥护 在869年 869年相当于唐朝那个时候啊 3月阿里率众起义 很快聚成了20万之众 871年攻陷两河流域重镇巴什拉 在现在伊拉克地区 一度禁至巴格达20公里处 阿里发穆尔台米德派军征讨 那么也就是给他们剿灭了 由于阿里在起义后啊 阿里也被杀了 这是历史上啊 这次黑奴的起义 是于古代啊 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克也是奴隶啊 也是奴隶制奴隶起义 齐名的大规模奴隶反抗斗争 在唐朝啊 这个阿拉伯帝国在唐朝时候 黑奴起义 他给哈里发国家以沉重的打击 此后啊 阿拉伯从非洲输入奴隶的数量 明显就减少了 整个社会中的奴隶制 残余也逐渐就消亡了 历史上最早记载奴隶制 是阿拉伯帝国 奴隶制的开始啊 开始于15世纪 最早的国家啊 其实就是来自葡萄牙 最早的是葡萄牙从啊 那个 从哪儿 从东非海岸啊 葡萄牙从东非海岸 首先 呃 截掠这个黑人 然后从东非 抓捕这种精壮的男子啊 我看着这点写着是抓捕精壮男子 你说身体不好的吧 他还不要啊 那么有一个叫三角贸易啊 三角贸易 呃 大家知道葡萄牙是 呃 达加玛啊 还有西班牙 哥伦布 都是最早征服了 美洲大陆的啊 美洲大陆 所以呢 可以说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这个种族灭绝吧 也是啊 促进了这个黑奴贸易的根本原因啊 那么 开辟了大航海开辟了首先开辟了这个海上贸易通道以后啊 欧洲列殖民者一强啊 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啊 建立种植园 大肆啊 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 使印第安人奴那个人数锐减啊 那么当时的印第安呢 有亚玛雅文化 玛雅文明和最古老的这个阿兹特克文明啊 这都是印第安非常著名的 那么印第安的这个黄金被大量掠夺到欧洲啊 通过这个掠夺 印第安人呢 就是说被赶尽杀绝 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呢 想奴役印第安人 想奴役印第安人 但是印第安人他这个身体素质啊 对吧 和黑人比起来不行 后来那个葡萄牙人发现啊 一个黑人顶四个印第安人 所以啊 葡萄牙大量的从什么 从非洲进口黑人 然后运到美洲大陆种植园 奴隶贩子啊 这个是三角贸易 奴隶贩子从欧洲出发 乘船啊 到达非洲 那在非洲通过各种卑鄙的方式啊 俘获黑人之后啊 他们把黑奴运盲美洲 把黑奴卖给美洲的郑住园 然后再把美洲的黄金和工业原料运回欧洲 这就是被称为一本万利的三角贸易 英国人后来居上成为三角贸易主要经营者 所以这个这次抗议活动把这个英国有一个奴隶 被奴隶贩子的那个雕像给推翻了 这个人就是三角贸易的主谋啊 里边主要获利者 还立个像啊 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啊 当时有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 最初啊 他们偷袭非洲的黑人村庄 烧毁房屋 把精壮男子掳走 这种直接用武力掠夺的罪恶勾当 引起非洲人民的激烈反抗 那当然了 你来这个村子里边搞破坏 抓人家人 然后当奴隶 人家就会防着 到时候人家会武装反抗 那武装反抗或者人远离海岸了 因为他是劫掠船 他劫掠都是在海边的一带 对吧 住在这村庄都让你劫走了 住在内陆的 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的 人家往里边搬了 是不是你就劫不走 他们这个欧洲人呢 不可能深入到内陆 非洲东海岸内陆 只能沿着海岸线劫掠 那就像倭寇是 只能在那个沿线打劫 所以呢 他就换了一个方法 由他们出枪 挑动一些非洲的酋长 从事劫奴活动 就让当地人干 找一些二鬼子 跟中国现在也是一群二鬼子 给人家 人家出钱 你出力 是吧 有些动动口活也行 有很多爱美的 那些爱美的 很多呢 然后他们再用枪支弹药 甜酒 纺织品和其他小商品 向酋长们收买黑人 卖做奴隶 这让我想到了香港有当时叫卖猪仔 就是香港那个时候把这个广东那边人 有的是骗的 有的是假装给你签个什么协议 给你卖到南美洲做奴隶 就是这个香港人 大家一定记住 香港人和大陆人有深仇大恨 这个香港人 到现在香港人还是把大陆人当成奴隶 瞧不起大陆人 把这个贩卖黑人的这种 他那个奴隶主 那个英国美国那些白人奴隶主 奉作什么 奉作圣旨一样 你看看 那舔的 定钩的舔的 所以他们对广东啊 对咱们大陆人啊 灭称咱们 把咱们想要贩卖到美洲 贩卖到欧洲 我教你英文 来吧 睡完你直接给你卖了就 你看到香港人了吧 还有什么新加坡 这都是当年贩卖黑奴 贩卖华人的一个中转站 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香港人都不教这段历史 卖猪仔那都是啥呀 那就是奴隶制贩卖人口 我估计现在都有啊 你去美国那什么旧金山LA 那有的是华人中介 那都是他妈饭的 人饭的 灭称大陆人到那把人口给贩卖 到美国就贩卖 还有呢 那帮人 告诉你 美国的华人有好人 也他妈有坏人 那这样的裂奴活动不仅遍及非洲沿海 而且深入内地啊 就是当地人去干 他知道抓盾儿抓怎么抓 他熟啊 另外人家跟他交往的时候 借心也就放下来 两人交朋友 交交交朋友把你绑起来 就卖给人家 这个给非洲造成了更严重的破坏 这就我说 这海洋文明怎么敲击大陆文明板块啊 就是幻影一帮什么狗腿子 伪军 变个装是不是 天天给你讲仁义道德 爱国 结果是什么 爱美 次郎 这帮玩意儿 内心呢 对西方那个崇拜 就靠这个 思想上敲几米 养一群 汉奸 以前是直接抓你 要不找二鬼子抓你 现在不用了 现在给你洗脑 你自己就去了 在非洲沿海 欧洲殖民者设立要塞和商战 被俘虏的黑人成串的压往那里的奴隶市场 让奴隶贩子选购 买卖双方拍板称交以后 奴隶贩子用烧红的烙铁在奴隶的手臂和胸前 打上有公司文章的烙印 然后奴隶被关进要塞和商战的地牢 等凑满一批就赶他们上船 运往美洲 运到美洲的黑奴 再运往奴隶市场 供美洲的种植原主购买 运往黑人奴隶的大西洋航线 是一条死亡航线 从西非到美洲 黑人奴隶要经受6到10周的生活磨难 首先运奴船经常超载 从书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一条90吨的船竟然载了390名奴隶 或100吨的船载了414名奴隶 船上每个奴隶分得的空间只有5.5英尺 16英寸宽 黑奴一个挤一个 就像书架上排列的书一样 每个黑奴并肩锁在一起 左脚对右脚 左手对右手 每个黑奴躺的地方比棺材还小 只能侧着身躺 活动严格受到限制 其次黑奴生活在拥挤的船舱里空气污浊 流行病猖獗加上饮食恶劣 淡水供应不足 导致体弱多病 很多奴隶染上了船远背后 被抛入大海 葬身于腹 你可以想象 这个